现在呢在网络上头有人说民进党有网军 而目前呢说网军有失控了吗 这是现在的媒体报道 他们的讲法是说在这一次 总统蔡英文会很快的打电话 给这个贾永杰 还有很快的接见红海的创办人郭台铭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两位 其实都是在为全台湾人做好事做善事 但是呢在网络上头却疑似被攻击了 所以呢就让民进党的立委很担心 这所谓偏绿的网军是不是有一点失控了 担心会变成未来的地雷 好所谓的网军这件事情 目前呢其实民进党阵营方面 或者是呢激进党这边呢 他们也都澄清说这些不是他们的人 但是呢却还是有人认为说 哎有没有可能是因为 当时在2018年九合一大选之后 结果呢我们看到了很会做梗涂的丁一鸣 进去行政院里头任职 而后来呢包括了李后庆他成立了公关公司 网络上头的一些很多的侧意呢 说也都可以进到政府部门当网络小编 现在啊这被人家称为是一个大内宣的体系 可问题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到体系里头 也不是能够雨露均沾的 比如说呢就有人在讲说当时呢就有人看到了 现在在总统府里头这当任要职的人 或者是呢事后有进到民进党中央担任要职的人 他们的薪水呢跟一般的人比起来呢 这一段话呢也让大家认为说是不是真的 就是表示是有人在拿党部的钱呢 而另外呢就是这个台北市议员许巧新 许巧新呢他则是爆料了 他说其实先前啊在民进党这边的发言人 他们开了一个记者会表示说呢 有人在网络上头是对台湾发动认知作战 结果呢他加码爆料说当时啊 他们在网络上头引用的这一位乡民 他的发文记录 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对岸网军 而是他也曾经在2016年庆祝苏巧惠 还有郑保卿当选立委 所以他想问了真正的反串 真的只有当时我们看到这个林伟峰吗 还是其实网络上有更多的人是躲在后头的 好这么一件事情呢 在网络上头大家都在讲 其实做善事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感谢这一些人 而不是呢用这一样的眼光来看 这一位是综艺天王吴宗宪 吴宗宪现在呢虽然说他要捐快筛事迹 可问题是现在有点动怒了 反而还说他考虑要来告永和里长 好怎么一件事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吴宗宪先前不是说他要捐11万计的快筛测试计吗 而后来呢也说网络上头开放让里长来报名 但是申请方式呢让永和区安和里的里长 这位邓里长他很生气还做了一个网页来反击 他的讲法是说这个网页里头会发现如果说呢 你要去申请快筛事迹的话必须要用一些个人资料 他怀疑说呢 这是不是是假捐赠而另一种真行销 是为了要前藏的行销活动来做这样一线活动 但是呢哎 我们的吴宗宪他的讲法是说这个捐释计是欢迎大家来下载 怎么会这样讲呢 但里长的说法是啊我们市井也很多了 如果要一个一个输入各资的话 这真的不是他们能力能够附和的 还说不是只有他一个里长这样反应 所以网络上头的说法绝对不会撤下 也呼吁吴宗宪捐赠可以做的更圆融 好其实呢事情发展到现在会发现 民间的物资很多 政府提供的纾困4.0方案 确实让很多人说要嘛提早结束 要嘛要申请的时候 确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资格并不服 你看得到你吃不到 这件事情其实民进党的立委 他们也是要为名喉舌的 所以呢他们也常常开记者会 要跟行政院喊话 像先前我们也报道过 民进党立委陈寅不就说 他认为应该要普发 而且普发金额还应该要发到15000块吗 可是这些记者会开完之后 有民进党立委就私下表示 说其实行政院是完全没有跟他们沟通的 还说事先没沟通之外呢 也因为他们是所谓的执政党立委 所以呢又是所谓的纾困4.0预算 要是真的是对此有意见的话呢 也很担心网络上头 会被攻击 因此看说自己的立法院 是不是都要变成立法局了 他们来了就一定只能照单全收 但是也有人跳出来 来缓甲啦 像是庄瑞熊 庄瑞熊的讲法就是说 没有啦 因为呢现在事情比较急嘛 所以呢很多时候 可能行政院他来不及 来跟委员好好沟通 那委员开记者会做什么呢 他说啊不是委员呢 基本上还是要为民喉舌 至少要让地方上的人知道 委员有在帮忙说话 好其实呢先前有很多的国民党委员提醒过这件事情 这就是现在我们进到一些公共场合都会用简讯实联制 那个时候呢在党立委就一再的质疑 第一钱哪里来 先前还不是删了NCC的一些预算吗 说你们不是说电信公司会全部来提供 为什么还要编列给他们预算呢 另一件事情则是 到底隐私权的问题会不会被侵犯 因为现在呢就有法院里头的人出来投书了 他们讲法是说现在很担心 这样的一个工具变成民进党的数位东厂 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呢他们现在确实就已经出现案例了 郑立文跟赖世保他们就讲说 现在呢是已经有法院里头的这法官出来讲 说他们在办案的时候发现 警政机关呢他们在调所谓的嫌疑犯 他的通讯记录时 就把他当时用1922告诉政府 他出入哪里的这个资料 拿来当作资料 也因此呢他很担心 这件事情实联制会不会变成隐形的东厂 对此我们疫情指挥中心的副指挥官 陈宗彦说 已经要求警政署要所有的警察机关 疫情时间办案 如果呢简讯实联制的资料 你就必须要主动排除不能使用 但人家讲了这是不是太过消极了 你要求主动排除 是不是应该是直接去要求电信公司 这笔资料根本不应该给出去 这应该才是政府单位的证解吧 好我们讲到了这件事情就是台中的一个地方法院的法官 他发文的指控 质疑呢这样子的一个作为 是不是没有好好的来保护大家的隐私权 而对此呢陈宗彦他当时到底怎么说的 一起来听 警察局在侦办这个案件的时候 自使自为都没有用到 指挥中心这边也没有来做任何的申请 也没有用到这个简讯实联制的资料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他们在 刑事警察局这个个案在侦办的过程 其实是依法 这个刑事案件向法院跟法官申请这个 通讯监察就是监听的这个程序 这个是完备的这个程序 那这个因为简讯的内容里面 就会调阅出来 不管是语音或是文字的这个相关通年记录里面 刚好这个嫌疑患有在某一个场所里面 有发送一则这个实联制的简讯 远警其实是依照这个简讯的这个内容 位置代码 那实地到现场一个一个去核对 进行后面的这个诈欺 诈骗案的这个案件的持续调查 还是强调 指挥中心不会统议任何的这个机关 去异调以外的使用 那刑事警察局警方在这个案件上也没有来做调取跟使用 但是为了未来 我已经请警政署 那通订所有的警察机关 刑事案件在这段时间在做侦办虽然是合法 的这个通讯监察的使用 如果有出现 这个简讯的内容是实联制的内容的时候 我们会主动的将它排除不使用 我们也要避免造成外界不必要的一个误解